台式机电脑水冷散热器 原价300多 我花了30 买了一个7手的 简单看一下结构 咱们拆解 首先这里应该是一个水泵 背面通过导热硅脂贴到CPU上面 这个接口支持英特尔 支持AMD 两根水管接头 上面是出口 下面是入口 水泵供电12V 两根水管上面有编织网 然后是铝的散热器 原板原漆小磕碰 上面还有两个散热风扇 丢了 不影响咱们拆解 首先通电给大家看一下 12V 功率3W 酷冷至尊的logo可以发光 还可以听到里面水流哗哗的声音 接下来拆解 需要三角形螺丝刀 还有两颗防拆螺丝 只能紧不能松 和汽车的牌照相同 密封圈 这个东西应该没有腐蚀性 毕竟在金属里呆着 但是比热溶 也就是它的热溶量 应该是比较高的 好像汽车水箱里面的防冻液 这一根是回水管 这里有个小眼 通往水泵 还有一个胶垫 然后是铜散热片 挺厚实的 上面还有漆片 断开水管 里面是塑料 螺纹管 包了一个编织网 无刷凳机驱动板 上面还有四颗乐意地 小中壳 侧面的螺丝孔呢 是往里面加住散热液的 小涡轮扇叶 还挺好看的 低速 全速功率 1.6瓦 非常的省电 这个涡轮扇叶呢 就是它的外转子 带有磁性 里面是线圈 焊下驱动板 无刷电机的定子线圈 一共六个绕组 驱动芯片是A4949 通过半导小清查询呢 是一颗三项 无传感器 正前信号封扇 驱动器 最后扣开看一眼水箱 好像水冷摩托车上面的 侧面也有一个冷却液 夹住口 水箱的左右面切开了 冷却液呢 从这里进入 然后六根管并连 到这边 连通的 然后再通过六根管 串连回去给风扇 然后中间有个隔板 结构看完 我已经呢 被困在这方寸之地 快一个月了 全程尽足 希望疫情早日结束吧